网上有篇文章叫 亲共的台商入主雅士 而中共本身要投巨资 准备对外宣传 这个概念本身 大家知道凡是涉及到中共宣传的事情 凡是在这方面用钱的事情 说实话基本就是缺德的事 文章是这么提的 他说近日亲共的台商 入股香港的亚洲电视的消息 引起香港各界担忧 新年期间亚视在香港转播了 已经被大陆人唾弃的春节晚会 春晚在香港各界引起了争议 担心香港亚视有可能成为 中共的CCTV的第十个台 日前海外媒体曝光 中共计划要狠砸450亿元人民币 来打所谓国际的宣传战 那中共政治局外宣会讨论说 2009年集中要收购几家外国媒体 文章首先说到台湾的红色资本家 要收购亚视的20%的股份 这是消息来源是指 台湾的旺旺集团主席 义万富翁蔡延明 同意收购香港的亚视 那注资从荷兰银行手中 把香港亚视的12%的股份买过来 而这位蔡延明的名义上是台商 而实际大部分投资都在大陆 他标榜自己叫爱台湾 爱大陆与中共高层的保持良好的关系 所以被台湾的媒体称为红色资本家 香港立法会的议员黄玉民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明确说 亚视股权的变更 他说大家对此都有疑惑 因为这种变更实际反映出 香港本身对媒体的自我检查 已经是到了一种事可忍 孰不可忍的局面 管理层对新闻和对播出的内容的控制 在香港不要说雅视了 他说无线电视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在另外节目当中提到过 今天不是新闻自由不自由的问题 而是新闻本身被谁控制的问题 而香港的苹果日报 发表了叫做孔杰生的文章 他明确说 大陆党文化叫北风南建 如同雾所相将的烟雾一样 亚视首次直播春晚 更显示一国一致已经为期不远了 所以我们说一直说到 有关中共洗脑的问题 中共洗脑的问题 一定是在其他方面走的最前列的问题 改变你思维的方法 改变你思维的观念 这是首当其冲的 这个东西改了 其他的东西你就自己顺杆爬 就顺着共产党希望的方向走了 文章里又提到说 中共日前掏出了450亿 准备要打国际宣传战 他怎么打法呢 他要把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 直接给他拴在一起 扩充海外实力 效仿卡达的半岛电视台 做一个24小时的新闻电视台 大家知道中共整个新闻的系统呢 是中宣部控制新华社 而包括人民日报和包括中央电视台 要等新华社的口调出来之后 才会播相关的新闻 那国内他认为没问题了 海外呢 中文他也认为没问题了 他目前的就要以仿照CNN的模式 建一个24小时的新闻电视台 也就是说 干一个24小时的连续不断的洗脑台 他说根据这个博讯网的独家消息说 09年中国新年的前一周 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 中国新年的宣传和09年的对外宣传工作 中共有关部门注意到 在西方不景气的情况下 很多西方主流媒体面临资金紧张 甚至倒闭的危险 其实像纽约时报就出现这种状况 他说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资金注入或者收购的话 外界会解读为市场行为 这对中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我记得这个主题 这个说法已经跟我们在前面节目当中提到过 中共认为海外的中文媒体 除了像我们新唐人 除了大纪元 包括希望之声 其他的媒体 他不在话下 都可以基本拿到了 现在剩下的就要拿掉一些 西方主流社会的媒体 拿掉之后 控股之后 然后告诉他 要求他应该怎么宣传 把这些文章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像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洛杉矶时报 把这些的文章再出口 不用出口了 直接进口到国内说 外方媒体是怎么说的 实际呢 就是党怎么说的 然后来从进一步洗脑 对国内进行洗脑 我觉得这种做法呢 是他一定 而且也非常希望做到的一个方针 心理控制住 精神层面控制住 在他们看来 一切就可以控制住了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